都差不多了 那咱们就说完 碗雷TV第8集 埋齋 埋齋 命运高达 今次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福田的嫖舌之作 亦都是这个最强的合成修 命运高达 真的要什么有什么 没错 要奖又奖 要拍又拍 是的 问你死未 吓死我 这一个就是Metal Robo 云 一个超合金的系列 好像说是一个香港Metal 公提研开发的系列 那些就说是黑历出来的 全民就说全民 这些人 看完的东西 而且还说是那一刻很厉害 个名字好像是他想 就是这么说 厉害 好了 这些过去的东西就有他过去 你都不用自己回去 好了 看看 其实他的合金成份 差不多每一只都有说的 大家看到颜色的部分 就是有合金 什么位置 通常是关节 也是关节 也是关节 他也要做一下控量 始终也是那句 对了 他如果是一些普通的面甲 一来太重 二来装碰 都是一个难度 三来就是 因为细致度 因为合金的关系 他也不可能做得太细致 所以如果要做到很细致 成本也很贵 所以变成本来说 他主要大部分的合金玩具 都会着重在一些大平面 一些关节位 那这一只也不例外 他也不便宜了 即是八百尾九百头 不算炒 是啊 炒吗 一千 Metal Over 1 怎么都会炒炒一下 炒炒先 没盛顶 当然 幅度也不会很夸张 始终他也是小的 而且上面还有个Metal Bill 在顶一顶 对 他贵的Metal Bill 很合理 那你不要理 你一只刚才的真君 你都可以玩到千多元 不是 所以说 现在这本锯真的很贵 整件事很瘋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一只命运高达 本身现在我慢慢慢慢转 给大家看 出现这个闪光奖的状态 是的 本身如果纯粹说 就是 机体来说 也算是CE年代 最强机体 当然这个说法 就是在Gundam Fat File 最强机体 最强机体 就变成了命运高达 加传说高达 加突击自由高达 加上无限正义高达 那当然要平排 对不对 你单一或一只最强 不行 这些叫官方 官方想吹哪部 就是哪部 就适当了 今天加个装置上去 就变成最强 是的 本身其实 或者我也拆了出来 不停 都叫做装好些东西 不然整件事 又不知玩多久 你装好那么漂亮 那你都玩过了 你觉得这东西 怎样看 我都 其实 做了我们这些节目 都不停 移动一下东西 刚才看到有这么非弱的 姿势 不需要担心 讲可同性 亦都有一些特效件 另外本身掌中枪这个特效件 我可以近一点看一看 变成是用分件设计 再加透明件 将掌中枪这个兵器 完全表达出来 另外上甲 本身有两个不同的球形关节 所以变成可动幅度都大 因为我没有打算装好所有的工具 所以都不停地看一看 这些配件 也有很多配件 而且这个闪光掌 其实都有两个手 可以两边握的 是的 龍爪手出来了 另外这个 靈感来自这个 害怕龙高达的盾 本身如果纯粹说装 就放在这个位置 拆下去就是了 当然如果真的有看到 这个 Gundam Seed Destiny 都会看到 这个盾 它的防御力是全套 Destiny来说是最高的 因为连Destroy Gundam的重火力 任何光速兵器都不可以打穿 它还要被它秒 所以真的 它有心吹的话 真的无敌 确实是 另外 雙力引 都不停地拆一拆 可以加上这些配件 就变成这个 回力标和剑 不拆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看的话 其实它也算是半个龙騎兵 因为它可以根据 这个非料真 脑里面的思考 而将它 改变弧度 所以其实也是龙騎兵的兵器 所以也是屈肌的 另外最精彩 所以当然是这个 宣造是光之翼 除了光之翼之外 它也将幻象化粒子加进去 所以当它进行攻击的时候 是会有残像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玩完了 F9X那招也出来了 因为遇到市场最强的人渣 我喜欢这个 市场最强的人渣之外 本身其实也有解释的 因为阿斯纳出口術 不断闹她 闹到她好像精神病 又回想起Stella 又回想起她的爆死的妹妹 又看着自由还是什么 又想起其他东西 又尖叫 还愚蠢到空手入白人 但又用手指去接人家 特技自由的那把剑 又把手握起 还有愚蠢到 你对着隔机无敌的 阿斯纳的目标是什么 阿斯纳的目标是什么 无限正义 无限正义 走去跟别人砍脚刀 无限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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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机器好像无手无脚 都很好抽 即是Freedom 那些都 对啊 高大无头都能够 对啊 怎么够 主角 他不是主角 主角做到这么差异的一个人 这些主角合炮都不死 好 另外也介绍 可动性 我不说了 这样的姿势 摆到 你都不用担心 他有什么姿势 是不能动的 工具方面 也可以 完完全全跟剧情 放在适当的姿势 当然 最精彩的 就是他 他这把 我都不太懂得读 但是 如果有看开 都知道 是 斩蓝刀 石中剑的改良版 本身都是一把 挺强的斩蓝刀 除了这个实体刀之外 也都可以加回特首 变成一把 无奉可击的斩蓝刀 在接接型态 我又放在这里 给大家看看 我算 嗯 以为有斩马刀 原来有斩蓝刀 是啊 是斩战艦 是啊 那你看到 SARFOOD的标字 都在这 这把 是有斩了哪个机体 在这套 的动作 其实都说 无数了 另外 脚都没有 我忘了名字 另外拆了 其實挺緊的 如果對位置的話 要有少許力才可以拔出來 我發現他都變成武裝 挺殘忍的 講開發歷史來說 最高評議會 杜蘭鐸講明 要將所有最新的科技 塞在這部機上 所以變成在墨充高達之前的 三個形態 即是炮擊也好 Force也好 斬也好 全部塞進去 當然要純粹講這個墨充高達 根本機體承受不了 這麼多工具 發動機也不可以有這麼強的輸出 所以變成要將 整件東西 重新設計 再加上 新開發的 發電機 變成可以一次過 滿足所有願望 成就了這部 叫做 世紀最強MS 又講得太多 又講一把東西了 本身手腳位又可以移動 移前或移後 手持的時候很方便 對 即是可以遇到多角度 沒錯 時間關係 大致上其實 這件事都可以說完 因為你見到可動性 譬如說條腰 我每天都會玩條腰 前這部也可以伸縮 可以向前接的角度更大 可動性也很高 好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觀眾有問題 上色是否全隻都上了 對 或者我可以散開 給大家看看 整隻大致上是怎樣 斬腩刀有沒有特效件 有 在這裏 即是有激光的位置 有 讓你拍上去 這條東西 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拍了 另外 剛才阿德高也有講過 他肩膀這兩把 可以變成回力刀的東西 又可以放在這裏 也有 盾兩把手都可以相同 那變成什麼東西都可以說到 好 好 其實本身都不算很複雜 亦都在機體上 一些適當的位置都有一些marking 如果你純粹說外形來講 本身都拿捏得不錯 其實反而在網上 我暫時 可能明天都會有 未見到它和最新的HG版本 或者是RG版本的命運做個比較 不過我個人來講 我都很喜歡這個外形 當然最強霸的 一定是Metal Build 即是你玩到 即是出城入化 那個比例和外形 但這隻都是那一句 九個油不用的價錢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德哥的指數是買得過 我買得過 我絕對買得過 當然我亦都叫做好幸運 這隻QC我是挺喜歡的 不過也有一句 始終這件是全上色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特別是動一些 但是比或者手的關子 都小心一點 慢慢扭 千萬不要夾撞夾 要不然是一定花 一花就叫 心動 對 慘了 玩完了 好 今次玩了這麼多 記住 如果大家想安全一點玩 就記住 配合地台 那就更穩陣了 是的 本身地台也很漂亮 劏銀 有紙的 DISPLAY的時候 其實感覺已經很好 好 今天的玩具TV差不多 好 希望下個星期 我不在這裡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玩得開心一點 好 英文 英文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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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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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下的張黑白 什麼都可以 好 先這樣 好 拜拜 拜拜